感婚小姐姐的爸爸知道我们结婚的事 被气晕了 一心急忙给爸爸吃塑料就新完 好好好 你 我过来一下 我吗 对 我过来 坐 咦 这是要 这里边有100万 你们必须尽快结婚 这就是电视机的好段吧 我是不是应该拿了这个100万 那个叔叔啊 我不是这种人啊 我看起来你是老实人 我们家情况比较复杂 你们必须离婚 如果钱不够 你说个数 把嘴给我闭 说个数 这些就够了 对 我就是这种人 闪婚小姐姐的爸爸气晕起来后找我谈话 给我100万让我和他离婚 我反复思量后拿了钱 小白 我爸你又说什么了 你先 我们分手吧 张小白 你不要被我把人吓到 我不能和你分手呢 不是你爸 是我 是我觉得太不真实了 你和别人打赌 跟我闪婚 你把我当什么了 张小白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真是不懂你们这些富家女的心思 但是我觉得真无趣 一些 我不陪你们 张小白 再见 干什么 那时我们都在 当时的事都听了起来 闪婚小姐姐的爸爸给我了100万 我和一心分手了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我今天必须去干一件大事 总事长 这位先生找您 那个叔叔你好 什么 100万还够啊 要多少你说 那个叔叔啊 这是你给我的那张卡 现在这里有2000万 应该够解决你公司财务危机了吧 你有什么可好 但是我希望你能让一心自己选择婚姻 你怎么知道我们公司有财务危机 这不可能啊 那我才 你当时 不对 这个不重要 这件事别让一心知道就行了 想婚的小姐姐 她爸爸给我100万 让我们离婚 我大气的还了她2000万 你问我钱从哪里吧 一个人的生活它不好吗 游戏它不香吗 你谁啊 我是文文 什么文文音的 我不认识 我是一心的婚蜜 一心在哪啊 你赶紧带我去找她 哎呀 我怎么知道她在哪啊 发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俩不是结婚了吗 哈哈哈哈 嗯 我联系一心两天了 电话没人接 家里没人 这么严重吗 我去 我那天那是让她有点想不开吧 分开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